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题库当中80个赛道的平面图是怎样 好 那么下面的两位选手将各自的显示屏当中的观察记忆80条带有编号的赛道的平面图 妈美 明白了吗 是 林晶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两位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走 我们以前看所有的记忆大赛我们的记忆选手在提取自己记忆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非常直观的 给一个图案我告诉你看到数字是什么 给一个数字我告诉你闪子是什么 你提取记忆的时候 你所依赖的信心是非常确定的 但这一次挑战不一样 以光机中的80张地图也没有用 实际挑战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车窗外面的任何形象 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驾驶员守在方向盘上的动作 从这个动作到低延伸视角到顶视角 这个差别太大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定要推的能力 特别是这种视觉推的能力 起点位置也不一样 甚至起点往哪开都不一样 对 有的往这边 有的往这边 天 马尾会比较快 一分钟 一分钟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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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时间到 好 现在呢我们两位选手接下来会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整理 现在我们请柯周围两位选手带上防干扰耳机 五分钟整理八十个 四秒钟一幅图 记完了之后整理四秒钟过一个四秒钟没有我的个天 计时开始 马尾其实最擅长的是计数字 这真的是如果是传统的记忆比赛的话计数字的话 余宾金绝对不是 我肯定是把王峰给叫出来 其实余宾金选择他参加这个挑战就是因为推理能力 他玩的是一个分行的地方 对 所以他也属于不知到底有多深的选手是吧 还没探到底 这个选手我们还真不知道他的潜力有多少 你看他在屏话 他在摩托那个到底应该怎么走 好 这里时间到了 现在我们就到了嘉宾处体缓节 那么现在请大屏显示八十条赛道 我们这个赛道显示的方式是通过主观镜头来显示的 请嘉宾呢 根据赛道的难度的体会来出题 选择的赛道的坐标写在题板上 主持人嘉宾也出题完毕 好 两位选择 请到挑战区就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